你 醒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你身中九天雷腑 我带你回去疗伤 我不需要 实不相瞒 我们夫妇此次进京 确实是别有所图 五年前 国师带人闯入狐族山王 想利用邪碎抓捕我的族人 只要让狐族奋力立刻 此终你可以护国师 如今 我的族人都被国师给抓走了 此时此刻生死未卜 我是狐族的兽女 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 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碎肆虐 商人无数 这些十有八九 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 还请顾将军 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 与我们夫妇合作 天下苍生 与我何干 五月深 好 既然顾将军不愿意帮忙 我也不勉强 只不过你可以看在 昔日救命之恩的份上 不要与我们夫妇为难 苏夫人 你不用拿天下苍生 救命之恩来逼我 只要你自见真心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别太过分了 顾云山 无足生性放荡 你又何必装的三针九零 顾云山 你别逼我 我逼你又如何 既是如此 好 别怪我 手下无情 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顾将军 太好了 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 非知非知 非知 拜见有意 带着你动 顾将军 本宫的马车坏了 等宫运来接 还不知道要多久呢 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正巧遇上将军 周贤 你务必将公主 平安送回公主 顾将军 您的马车正好空着 不如由您亲自送公主回宫 臣的马车简陋 怕怠慢公主千金之躯 本宫不介意 公主 男女有别 我家将军也是为了公主的轻欲着想 父皇已经同意我们得婚 同意我与将军多亲近了 只是同城一车而已 将近得利了 臣 还有要事在身 不便陪伴公主 还请公主见谅 顾将军一再推脱 莫非车里有什么 不能让本宫看见的 公主殿下 你 你 感谢观看